幸好你自己先開口 不然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裝下去 你上了我公司嗎? 你怎麼知道那個女人上過去? 她知道那個女人是什麼人? 不是,我自己在地上撿到一張卡片 你的同事就慘了 你肯定好我這樣罵人,還掃爛了杯子 她的樣子嚇倒,臉都青了 她的手還流血 她弄傷了手嗎?厭重嗎? 一點吧,但人家也很無辜 無緣無故被你發這麼大的脾氣 我也知道她不是多事的人 但那一刻我也不明白 自己為何無法控制自己 那倒是很少可 多數你在我面前才會這樣 在其他人面前,你很少無法控制 除非有一個原因 當然,就是你覺得她可以包容你 所以你在她面前表露最真實的一面 你也挺信任她的 你這麼多了 什麼時候開始的?發展到什麼階段? 這不是今晚的重點嗎? 對 說回那個女人吧 那個女人三十多年沒回來找你 現在突然回來,你打算怎麼樣? 有什麼打算怎麼樣? 我跟她都沒話說了 沒打算見她 那是有點尷尬的 不過我覺得你應該哄她了 她又不是有心的,是嗎? 你現在說的是誰? 不就是她 那你又不想見到她 她就幫你約了她 你又嚇死她的那個她 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隨便吧… 總之事自己已經會解決了 別再喝了 趕快替雪櫃拿雞翼出來吧 我很餓,快點吧 雞翼怎樣做? 你想想 你怎麼這麼噁心? 你喝完再倒下去 不是會吃你的口水嗎? 你叫我別喝了,那些酒 就做啤酒、雞翼,那就好吃了 好,這條初一,我不懂做十五 我找不到… 下次我穿六吋高生鞋給你煮菜 姑姑,你有時都挺可愛 有多少人重要 有事而已 你別以為我聽不出你串我,年輕人 說真的,隨便洗了就弄過 不是同樣東西嗎? 當然不同 就是檸檬和藍芽的分別 兩個不同品種 這是檸檬,你不明白了 不過說到飲飲飲飲 我敢認第二也沒人敢認第一 就像這杯飲料一樣 平時的人一定會用檸檬來煮 但我堅持用樓模,為什麼? 因為樓模有一股檸檬模的甘甜味 你叫我上來就是想我嘗嘗喝? 差點忘了最重要的事情 來,這裡… 拜託你 這封信是… 這封信是我媽媽走之前寫給一個女人 即是阿靖的媽媽 那時候我十六歲 有一天去醫院探望我媽媽 她就給了這封信,要我拿去寄 我媽媽叫我拿去寄 糟了,我也要知道信裡面寫什麼 不過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麼嗎? 最重要的是我媽媽在信裡 竟然寫給原諒那個女人 把阿靖丟下 我真的扔阿靖很不值,我沒拿去寄 你現在給我這封信,就是想我怎麼樣? 因為這封信我看過三次 第一次我媽媽給我的時候 我看完就很生氣 我沒記不得了,還把他撕毀了 然後想一想,好像還是把他貼上保險 到第二次 就是我十年前搬屋,我再看 那竟然還是很不順 到現在,那個女人回來找阿靖 我又看 這次我開始有一點明白 為什麼我媽媽會原諒她 為什麼我媽媽會寫這封信 但我還是有點生氣 所以我就想把這封信交給你 由你決定是否應該交給她 你交給我的決定? 我媽媽以前經常都跟我說 說這個世界上什麼過都有 就是沒有如果 但最近我經常在想 如果… 如果我把這封信一早寄給那個女人 那那個女人是不是就會早點回來找阿靖呢 阿靖是不是就會早點得到無愛呢 阿靖的傷口是不是就會沒那麼深呢 過去再想也沒用,最重要是現在 既然你現在來了,既然你又認識她媽媽 既然你跟她有這麼有緣分 那不如這封信就交給你 讓你去決定要不要交給她 是呀,但我再利潤Sir的事真的不是好 你放心,如果她知道的話 我一力承擔 她要告訴你 是楊小姐,就是菲菲 她給了一封信給我 這封信其實二十年前應該要寄給你的 信封開了,因為菲菲看過 我也看過 看完之後,我覺得應該要交給你 每個人都應該有權選擇自己的人生 我們說你自私 但是我們將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你 又何嘗不是自私呢? 想到這裡,我放下了 你沒錯 你只是做了一個我們不喜歡的選擇 在你走完之後,她對人總有一種防備 在自己的心裡捉起了寶櫃 除了我和飛雲之外,就再不讓人靠近 將來的人生路難免就會孤獨一點 我說這些,不是要怪你 只是覺得你有權知道真正的日證是怎樣 祝一切安好 菲菲,我交了一封信給姚小姐 對了,看著她看見這封信 我覺得其實你當日也沒有做錯 有人說,悔夠熱夠深才得到舊贖 二十多年前的她 未必明白這封信的重量 一個心裡埋藏了這麼多年屈結的人 才真正需要這封信 現在她收到這封信,就是正確的時間 好,好 菇姐,出來吃糖水 菇姐,買了你的志愛 菇姐,你把這封信的重量 一個心裡埋藏了這麼多年屈結的人 才真正需要這封信 現在她收到這封信,就是正確的時間 菇姐,你幹嘛哭成這樣? 我沒有錯 什麼沒有錯? 我剛才聽到尤梓晴的聲音 她跟你說什麼?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鈴鐺,訂閱吧 我做得很會 我最愛的地方 我去咧